大家好 这里是苏小侯续评书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心里赌得特别慌的一个事情 已经赌了一整天了 就是北京大学 有一个我见过几面的这么一个青年才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个老师 一个副教授 特别优秀的一个人 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 胡徐东 你如果是写诗的人 如果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混的人 就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真的是超级聪明 就这么一人突然就挂了 昨晚晚上的事情突然就走了 才47岁 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心里特别堵得慌 觉得一个人真不容易 一个人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过了40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一个人能好手好脚的能够波澜不惊的 能够从一岁能够活到60活到70了不得的事情 人生最重大的成就就是你能活到70岁 活到65岁70岁了不得的了 很多人都是中途就夭折了 有各种意外 这些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 经常看到有过去的朋友 熟人突然就说走就走了 都是挺年轻的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感慨 然后就反复的就在家里 一家人就在那里说着 因为我们都认识他 真的是超级聪明 高学历 然后完了也有国际知识的背景 在巴西还做过教授 诗写的报好 而且我们都一直认为什么 如果说你要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机灵 特别聪明 从小学开始就是学霸 然后随随随便便就考上北大 然后随随便便就拿到博士学位 随随便便就成为教授 真的 随随便便就写一首诗 就是就一堆的人说他写的好 事实上的确也写的好 就这么一个人要风 要风时风 要雨是雨 这些年就没见过他 有什么波折 知道吧 真的是一路是顺风顺水 典型的成功人士 说走就走了 真的 特别震撼 所以我们就一开始 大概从最过去 大概二十几个小时了吧 我们就是沉浸在一种 关于死亡的一种突如其来 或者是关于死亡的一种 一种死亡意识的悲剧精神之中 这是知识分子的话 悲剧精神的 觉得人真的是你有再多的才华 你又有什么用呢 你不是死亡的对手 你有再多的钱财 你又有什么用 你不是死亡的对手 对吧 就是一堆的感慨 真的特别多的感慨 心情都挺抑郁的 虽然也好多年不见了 但是突然听见这么一个名字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那种心理的抽象的旷位 抽象的旷位 真的是挥之不去 但是我刚才那个两个小时之前 因为我北京大学我有很多个朋友 都是在平时都是有联系的 我看他们的朋友圈里面也在说这个事情 发现这个事情不简单 没那么容易 一个好好的一个人 呼吁东的身体不错的 典型的知识的样子 知道吧 怎么说走就走了 47岁 真是年轻有为 而且是浑身充满信誉的时候 真的是 我想起我4050岁不到的时候 真的满脑子 就是整天想着怎么去 到处去约姑娘 哪有 还哪有什么突然猝死 猝死这个事情 一般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是不是 所以我看到有些个 其他的一些个知情人 在这里就一嘴一嘴说开了 首先呢 是发现有人说什么 有几个国内的公众号 就开始带节奏 知道吧 就开始把问题往一边引 就说这个 胡吁东这个人呢 毕竟是这么优秀的 一个知识分子 是吧 这么年轻 而且这么有才华 太可惜了 他开始跟你说这么一段话 完了以后说 他是因为什么死去呢 是因为这个 癫痫病 导致猝死 然后很快就有人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骂 你知道吗 然后就逼着这些个 这些个公众号自媒体 把这个标题 把这个内容就就删除了 去改了 人家骂的就说 人家家族根本也没有癫痫病 癫痫病这个东西 我查了一下 那真的是个家族遗传 你父母如果有一个人 有是有可能有的 人家啥事都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从来没有 他的 他这个胡吁东这个人 从来没有出现过癫痫病的 这个任何症状 那天 经常我们都见过 他好好的一个人 你说是不是 哪有什么这个病 那个病的呀 最多也就是知识分子 比较亲瘦一点 好多年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亲瘦 也都不知道了 后来国内有些个主流媒体 也报道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物嘛 在中国真的是个很知名的 很知名的这个文艺青年 很知名的教授 北京大学 你想想一堆的光环 哎呀 一堆的诗人在那里哭哭啼啼的 然后上海的澎湃新闻 就也报道这个事情 说这个著名的亲年诗人 这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 胡吁东老师突然就走了 才47岁 然后念了他一堆的成就 一堆出的书什么的 然后至于他到底什么死的 根本也不提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是不是 哪有这样就说一个人突然挂了以后 就都没有原因的呀 我想起我 我这些年跟我差不多大的 甚至比我年轻的人走的时候 走了以后 他的死因都 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仔细回想了一遍 我大概我的生活的轨迹里面 有五到六个人 突然就中年半期就离开了 有的很年轻离开了 比如我二度岁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 跟我一块毕业的 也在乡下当老师 突然有一天就走了 是不是脑溢血 为什么他这么年轻的脑溢血呢 说是这个家族遗传吧 是不是 有人说他是脑癌 估计可能是脑癌吧 那么那么早的事情 反正有个原因 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 我还有一个 以前在机关做事情的时候 一个同事 他也有一天走了 那也是脑袋里面有一个肿瘤 他们家有一个遗传 他父亲就是因为 五十多岁的时候 不到六十 五十九岁那一点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父亲也说这个头痛里面有个肿瘤 要去做手术 所以跑到武汉去做 武汉的医生不错 结果就跑到武汉去做 回来就是一具尸体 手术失败 等到他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脑袋也不舒服 然后他就去做手术 跑到北京做 那时候我在北京也是 也已经是混得人模狗样的了 然后我去车站 去机场去接他 跟我一路就说 我还劝他别做手术 他说据说 这个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应该没问题的 结果手术也不叫失败吧 做完了以后没事 然后活了五年 然后基本上婴儿 基本上他的做完手术以后 他的治你一夜之间 就回到一个五岁以下 五年以后也走了 是不是 所有的 包括以前人民大学 有一个余洪 一个老师也是突然跳楼自杀 为什么 因为他有抑郁症 都清楚的 唯一一个我想起来 我认识的人里面 然后突然走了 没有死因的 就是胡旭东这么一个人 太奇怪了 是不是 完了以后 大学呢 你吵嘛 就是有人想知道嘛 然后胡旭东的妻子 年轻的妻子 真的很年轻 八年后 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小孩 没有任何话 是吧 没有任何消息 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会儿 后世纪有人 谁在给他尿你 到底一个怎么说法 不知道 然后我看我的这个北大的好几个朋友 有的都是国内最顶级的这个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教授什么的 清华的清华大学的老师什么的都是都是师哥建立的都是师哥写的抱好的一个人 在那里就是抱怨 知道吗 在那里就就闪烁其词 就说了一嘴 说大家都在那里说说胡旭东这个人这么年轻就走了 说可惜 然后也没那个死因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完了以后说还有人带节奏说他们癫痫病 我跟他认识这么几十年 我怎么没从来没听说他有癫痫病 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 哪有这样突然来癫痫病吗 癫痫病绝对是个遗传的 你们你们难道也不知道这个什么 有可能是打了什么苗吗 就是一次打了武汉病毒的疫苗 中国的什么科兴是疫苗 结果一堆人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说查 果然胡旭东是打了疫苗的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真的有一种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就是宁愿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知道吧 因为你胡旭东是一个那么高级的一个知识分子 你是全世界走遍了 你也是这么有学吗 大家都知道我这些日子以来我做好几期节目 我都在劝大家啊 打死不要打疫苗 真的不要打疫苗疫苗这东西不能碰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不是一个成熟成熟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看网上我们先说美国 美国的网上有一个有一个女医生一个教授 他晒出了这个一个疫苗的一个一个说明书 里面就是一个标题 然后是一张白纸 为什么因为他实验都没做完 啊很多人已经有新闻报道了 说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导致很多动物都死了 所以这个根本就还没有来到人的临床的这个角度 还没做完就就着急上火的就推向人间 完了就逼着这个老百姓打 还说这个还说这个啊 这个美国的疫苗公司跑到巴西卖了不少的疫苗 知道吗 完了以后呢 跟巴西政府签的合同是这个疫苗如果出现什么事情了以后不能起诉他 这巴西政府承诺的不能起诉他 那你就不能起诉他 所以你想想这个中国这边就更是了 中国这边就是这么就就这么公开的文件就这么说的 你随便在网上你都看得到 如果打疫苗啊 如果不打别的人有有问题 那就全部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打是吧 如果打了导致你的人啊出现了问题 身体出现了问题甚至死了啊 没有人来来来来管你的因为没有人敢查 一查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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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南海这个只是精神不符 没人敢查现在都全全逼着打疫苗 是吧 因为它是一门生意吗 是不是 你你你你死了也白死了 所以我我们天天说 是我尤其是我这个天天说什么呢 哎呀 说这个中国的韭菜吧 屁民吧 都是一群宠货你知道吗 你难道不知道你生活在中国吗 你难道不生活在你 你难道你不知道生活在一个这个这个流氓地痞掌权的时代吗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我反复说这个话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流氓地痞作恶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我们要每个人都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们要凝巧像蛇 我们不要被人卖了帮人数钱 我们要有仇利益的时候 天天说这句话是不是 我们要学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保护自己 不要不要轻轻轻轻轻轻松松的轻易的就当了炮灰 不要死的不明不白是不是 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实话 我因为我也是个人嘛 是不是 我还是有有有偏向的 就是我认为能够被人骗了帮人数钱 我认为那些个随随便便就相信这个主流媒体的说法 随随便便相信政客的传言的 政客的带节奏的话的人都是一些没文化的人 但是你能相信这么一个北大的这么一个青年才俊啊 这么一个写诗写的报好的这么一个年轻有为的教授 他也相信共产党的话嘛 也居然就敢去接种疫苗嘛 这是个怎样荒诞的途径 那就说明他死的不明不白呗 他死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突然就就人就走了呗 是不是 哎呦喂 我看来想起这一点 我真的是无比的震撼你知道吗 真的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想法 有什么想法呢 就是你比如我我都是从我个人的立场出发的啊 我觉得这个人那一辈子啊 你如果年轻的时候 你有选择千万不要去学文学 文学这个东西 它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左倾气质 和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 他你文学搞文学的你别看他写着头头是道 他都是乌托邦的情怀 他都是用一种他的一种玫瑰丝的 带来一种玫瑰丝的这个叫做什么啊 镜片 然后再看这个世界 看上去好像是文学家批评这个现实揭露这个世界的黑暗呢 揭露人性的败坏 其实皮毛都不是你知道吗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这个人有多么坏 加上文学这个东西又不来钱 你干嘛要学这个东西呢 我真的我今天我想了半天这些事情 真的怪不得鲁勋死之前跟他孩子说 如果有可能以后去学门手艺 在乡下种几某这个薄田 然后养家活口挺好的 搞什么文呢 从什么文呢 是不是 真的很多知识分子 很多个知识分子我跟你说 就是挥之不去的乌头吗 挥之不去的对这个世界缺乏一个深度怀疑的眼光 没有一个仇敌意识 没有对没有包着一种这个什么 清醒的审视意识 真的对人性缺乏比较的坏 怀疑的能力啊 所以嘛就搞得是死于非命 你知道吗 我今天我也想了很多 想我这个人的知识结构 我这个人就早期去说文学青年吧 要不然我就莫认识胡旭东呢 是不是 大家彼此见个面 看过你的师哥啊 识习得不错啊 互相拍拍马屁啊 是不是 感觉自己也是一人物啊 你看人家北大教授都夸你识习得好 完了你都跟他能够在一块玩 是不是 就觉得挺牛逼的呀 完了以后后来觉得太穷了 我是因为太穷了 我学会搞文学当诗人 所以我才决定去学经济学的 学了经济学以后呢 又是还是在乌头帮的陷阱里面 总觉得经济学可以救中国 搞自由市场经济 完了以后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市场经济的社会 结果发现经济学那条理论 在习包子面前屁都不是 是不是 你写的那么多锦绣文章 你写的 你学的那么多理论 在包子的面前 还不如他的一杯茅台酒呢 还不如他他们的日女人日晕了 日累了以后躺在床上打个宝葛呢 是不是 你何必呢 你圣经说得多好啊 你不要把珍珠就带在猪鼻子上面 是吧 他根本就听不懂 是不是 不要拿圣物为狗 是不是 你干嘛要跟这种人搞呢 是不是 我真的是变成一个有一点点神识能力的人 真的 我是因为我读了圣经 我读圣经读得超仔细 而且我读了太多的 就是过去的人 就是欧美思想史里面 那些个大思想家 他们读了圣经以后 他们在知识 在思想 在智慧方面 所展开的一条智慧之路 思辨之路和知识之路 然后我就知道了 尤其是什么奥古斯丁 托马萨埃娜 康德 牛顿 诺克 又太多了 我能真是 你看我的文章 你知道我的文章里面 就是这种名字 就堆成山了都 真的是 然后我才慢慢知道 这是一个有罪人统治的世界 真的是 任何时候都这样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 怎么败坏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怎么败坏 这是一个有罪之人 走成的世界 你说这个疫苗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网上很多人在分析 一头猪 我觉得搞这么久 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你会发现 各个国家的政治家 都在逼着你打疫苗 全世界的政客 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知道这个疫苗 没有经过基本的一个过程 连连实验阶段都没做完 你就敢逼着人打 为什么呀 很多人说是深层政府 要重置世界 要重置人口 我觉得吧 有一句说一句 我现在发现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搞这么复杂的什么什么阴谋论 或者是复杂的一种幻想 我觉得就是一个浅的问题 就是利益问题 这些个年 人类已经是变成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 它主要是以国际贸易 以市场自由交换为这个逻辑纽带的 没有全球化 没有市场自由交换 没有这个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跨国交易 就不存在全球化 所以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全球化 市场全球化的本质 它是一种整个人类陷入了一种什么呢 就这种崇拜金流堵 也就是赚钱吧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流氓国家 跟美国这样的一个据说是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上帝之城 这么一个以基督信仰为帝国的国家 怎么就搞到一块 美国的流氓政客和中国的畜生政客 怎么就在一起相见圣欢 我跟你说 都是因为想挣钱 这个时代最大的这个偶像 即不是奥巴马 也不是伪总统 也不是川普 也不是这个 那个不是那个 我跟你说 就是华尔街上的那个东西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街上的那个 那个金牛 就是这个金牛堵 当金牛堵 加上美国的自由女神 这两个东西摆在我们的视野里面 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败坏的无以复加 唯有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跟你说 所以整个世界 从联合国到各国家的政府 到大科技公司 到比尔盖茨 这种世界级的首富 他们的严历除了钱 没别的 他们就是赚钱 已经成为他们的人生的最高的理想 什么死亡 什么救赎 什么一切他都没兴趣 没有那么复杂 我跟你说 哎呀 我一说说多了 我心里特别的难过 你知道吗 就觉得这么一个青年才军 那真的是青年才军 你们有些人可能对这个知识分子的圈子不了解 你知道吗 你们有些人对北大这个学校的那些个 具有具有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的这些个知识分子不了解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胡徐东 他的死在这一群文艺青年在这群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一个效应 尤其是当我看到他有可能是因为我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导致突然死亡 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现在一天都 说的恍惚之间 我头特别痛 你知道吗 哎呀 怎么说呢 我们此时此刻还活着 大家都悠着点 黑暗时代 大黑暗将军 学会保护自己 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好 不要